各位,這裡有個截圖 就是來自一個名叫Machael Robio 的美國參議員 他說中國、俄羅斯和伊朗正在逃避美國的制裁 靠什麼呢?靠用不同的金融系統 所以為了這樣他要弄一個法案 就要肯定這些政權就要負責任 當他們要避開美國的法律的時候 我想他不明白什麼叫做國家主權 美國的法律在美國可以走 在其他地方是沒有效的 在其他地方是沒有效的 參議員 參議員 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知道 腦子是不是有問題呢? 當然這些事情做出來為什麼呢? 他是不是真的知道沒有用呢? 知道的他 但也要做 不怕人燒 為甚麼呢? 因為要向金主跪下 要做那隻狗 做金主的狗 叫他這樣做就做 有效沒有效 不關他事 說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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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只顧自己個人利益 完全不會理會 國內各種的問題 美國國內的社會問題 是一大羅 數都數不完 他們有解決嗎? 沒有 一點都沒有 只是集中精神搞這些 就算你美國立法 那又怎樣呢? 難道沒有你美國 其他國家就會死嗎? 不會的 絕對不會的 你立法案 我要逃避你 就逃避你 你美國的法案是 你美國境內有效 當然了 美國一直以來就長臂管轄 過境也好 甚麼都好 可以說是 協持 譬如華麗的公主 被他協持了幾年 但是這些日子 是越來越少的 慢慢慢慢 不去你美國的地方 不跟你美國做生意 中國正在發展 世界各地的市場 世界一百九個國家之中 有一百五十幾個 以中國為最大貿易夥伴 當然了 一百幾個國家 不會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 中國現在最大貿易夥伴 而不是一個國家 而是東盟在RCEP的情況下 在第一次冷戰期間 兩邊的經濟鬥爭 其實是說市場大小 經濟規模大小 到今天了 現在 從購買來計算 中國經濟比美國經濟已經大很多 美國現在政府欠債累累 總共國債已經超過三十八萬億 平均每一個美國市民身上揹著最少十萬元 美元的債務 這是分攤開來的 當然十萬元對於超級大富豪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美國大部分的中下階層 如果這個真的要還的話 還不起 美國的債券 大家已經看到了 美國是不打算還的 他們是希望利用通貨膨脹 將這個債券的價值在逆減而少 今天凌晨的時候 我們和阿余道出了一條片 《業餘論節》 裡面已經說到政府其中一個 可以支付社會開支的辦法 就是利用發行債券 然後通過通脹 這個債券的價值下跌 因此所負擔的東西等於 被自己國家人民分攤了 現在美國的債券價值已經超過了它整年的國民生產總值 這樣發展下去 它的利息越來越高 但對這些參與來說無所謂 根本就不做國內的事情 難做不做 他不做不做就沒事了 國家這樣搞下去 怎樣呢 有一個很不同的理念 他們認為他們自己因為選舉出來 所以他們是人民主 為不為人民做事 不需要理會 這就是現在美國正在搞的 所謂選舉方式 美國方式的民主 人民好嗎 大家心照 在這種情況之下 亦都有一些完全沒有作用的所謂法案推出去 他真的有空的 不過當然有空的 他這樣不管國內的問題 什麼都不用管 只是做在門面功夫 多容易做 是吧